贾乃亮绿帽又多一顶,李小璐的小王还有她。 薛芝芊前女友李宇童暗示薛芝芊和李小璐曾有一腿。 北京19日训,曾获得金马影后的中国演员李小璐,年初被报备住丈夫贾乃亮偷吃嘻哈歌手PGONE,没想到现却传出PGONE只是众多小王之一,她与中国人际歌手薛芝芊也有一腿。 不过出轨后,演艺事业受创一度跌到谷底。 她近来频频出席公益活动,企图以此挽回形象,但现在却被薛芝芊前女友大爆料。 中国网红李宇童与薛芝芊交往三年,去年闹出堕胎风波后,薛芝芊表面专情温柔的形象权,她私下原来也是一个爱偷吃,约炮,逼女生堕胎的渣男。 李宇童近日又爆料,早知道某人和某人发生关系,这是我早就知道,但是后来的另一个某人被发现,比较倒霉,证据确凿。 按指李小璐也是薛芝芊的炮友之一。 经过网友的细查,推敲下,发现曾以同合作戏剧的李小璐与薛芝芊确实有点暧昧。 薛芝芊不仅主动提议加入吻戏,还在上节目时互相聊来聊去。 搞得主持人尴尬莫名。 网友除了大乔李小璐抛夫妻女,薛芝芊是渣男外,也不禁同情假奶酿,先是PGONE,再来薛芝芊,亮哥敏的帽子真是有点多啊。 李小璐和薛芝芊合作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时,薛芝芊主动提议加入吻戏。 消息一出后,网友不禁同情假奶酿和两人的女儿甜心。 文,综合报道